剧本都写不出的综艺名场面 今儿到 今儿到 哇 哇 太厉害了 喝完这个不得变身了 猪肉先拿着啊 猪肉先不吃完 这又是我拿着我拿着 你是你拿着 你的是我拿着 这 我说是我拿着 天啊 二二 我去 我去 走了 不吃了 大声尼有三秒 带我 你风会睡 你吹我让你 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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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呀 哈哈哈哈哈哈 小姐 哈 你真是笑的 真是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三樓的刻板印象之 多年歸來依舊不熟 最新物料理余恩給關打電話 你們都打過去了 兩分鐘都沒接聽 想起四年前N仔的疑問 朱子欣 你為什麼 你說我給你媽謝謝的時候 我已經吵了什麼不回過 就是感覺 朱子欣你不接我電話 不是我說的不是微信電話 是手機電話 那是你啊 他不知道是你 沒有沒有備註 好 小三樓不計的小夥伴們生日 只是延續的習慣 學氣 好 甚至能當場就問 絲毫不覺得尷尬 你多少歲 你多少歲 你不是41歲嗎 41歲 41歲啊 啊你14歲 14歲 他才14歲 年輕的 他才14歲 他只能驚訝才 他還14歲啊 他還14歲啊 我還只是個孩子 年輕的 期間給小魚兒準備生日會 生日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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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世界無聊 生日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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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相互不是微信好友 也不算什麼離奇事件 先生我有你微信嗎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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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時候才反應過來驚訝地問 不是為什麼我沒你微信啊 不是為什麼我沒你微信啊 更別提嫌大家太吵 將群消息屏蔽這種操作 每天早上吃粽子 是鹹的還是甜的 我看到免打擾 然後我一直不知道 小三樓也一直對自己 有清醒的認知 變成抽象的樣子 瘋子 一般會變成社恐 就是給社會帶來恐慌 哈哈哈哈哈哈 我幫你加速